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的家族在这个地球上至少生息繁衍了一千多万年 专家们认为 很早很早以前 鸟类的家族非常庞大 在天空 森林 河边 几乎到处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 后来 剧烈的地质变化毁了他们的家园 许多鸟种从此不见 在距今大约一千多万年的第三季冰河期 又有近四分之一的鸟种成了牺牲品 但是 这种眼牙却逃过了那场劫难 一八六四年 一个名叫鸽利安 在我国发现了这种头上长着灌鱼 两斜覆盖鳞片状花纹羽毛的野鸭 由于它们数量极其稀少 绝大多数人对这种第三季冰河期结宜的古老物种 甚至一无所知 这种野鸭羽毛华丽 气质高雅 它们脑后那座冠鱼 让戈尔德想到了大清帝国的官员们 帽子顶上那根代表关节的铃子 于是它给这种野鸭取名叫中华秋沙鸭 二月下旬 我国东北部还是天寒地冻 银庄素果 但是长江以南却已经春意盎然 一片翠绿了 新疆是中华秋沙鸭主要粤冬地之一 它位于江西省东北部 气候温暖 食物充足 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三个多月的中华秋沙鸭 各个体态风雨 经历重复 黑是一只熊鸭 身长六十公分 体重一千克左右 强劲的翅膀和流线型身材 很适合远距离飞行 黑的拿手好戏是潜水捕食 这在鸭科洞中并不多见 雌鸭绣发育已经成熟 它身材比黑要小一些 但是皮下注存的脂肪 却使它看起来比黑富太了许多 春季迁徙很快就要开始了 除觅食以外 黑和秀大部分时间 都会和同伴一起待在水面 或者岸边休息 减少活动有助于他们 把体内食物转化成脂肪 而注存脂肪和增加体能 对于即将到来的长途旅行 是十分重要的 中华秋沙鸭的越冬地 主要集中在我国长江以南 繁育地则分布在俄罗斯的 西霍特爱林山脉和朝鲜半岛北部 以及我国东北地区 据权威机构统计 全世界现存的中华秋沙鸭 还不足一千多人 而我国仅有三百对左右 它们绝大多数都生活在长白山 全球气候变暖 悄然改变了中华秋沙鸭的生活规律 过去每年三月中下旬 中华秋沙鸭才会告别越冬地 可如今 在三月初的信江里 就已经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了 十年间 中华秋沙鸭的迁徙之旅 几乎体现了半个多月 在迁徙的路上 黑河秀跟其他艳形物族群 组成了一支混合编队 集体行动不仅能提高个体的生存机会 群鸟山东翅膀产生的生力 还可以让黑河秀减少旅途中的体力消耗 三月中旬 长白山还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 夜间气温仍在摄氏零下十几度 但是白天气温会升到零度以上 这时森林中的溪水 已经开始匆匆流淌了 头到白河的冰面开始融化 许多候鸟陆续来到这里 随着他们的到来 寂静了一东的河面 重新变得喧闹起来 三月末的一天 黑河秀回到了长白山 长白山舞动着漫天雪花 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零度左右的气温 让黑河秀感到阵阵寒意 可眼下他们顾不得那么多了 这时最要紧的就是填饱肚皮 在回到长白山最初的时间里 黑河秀整天都在河面上寻找食物 这对于快速恢复长途迁徙 所消耗的体能是至关重要的 专家们认为鸟类是由小型食肉的陆生动物进化而来 时至今日 中华秋沙鸭仍然恪守着吃荤的生活习惯 河里的鱼 浅滩的甲壳类动物 还有岸边的鳞蛙都是他们喜欢的食物 隔面逐渐开阔 折服一个冬季的鱼纷纷流向水面呼吸氧气 这时他们活动能力还很差 对于中华秋沙鸭来说 这简直就是送上门来的一道大餐 河里的鸳鸯 绿头鸭 还有斑头鸭 就像一个大家庭里的成员 他们宽容 而且友善 但是 中华秋沙鸭似乎并不喜欢和大家相处 通常 中华秋沙鸭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活动 只有迁徙的时候才会和其他群体混在一起 当到达目的地以后 他们又很快分开 甚至家庭与家庭之间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长白山的春天虽然来得晚 但候鸟们却早早地就在水面上摆开了争夺配偶的擂台 在持续半个多月的情场争斗中 每个成熟的雄性都表现得血脉喷张 斗志昂扬 从水面到陆地暴力活动不断升级 在中华秋沙鸭生活的小圈子里 争偶战斗同样在进行 不过这更像是一场追逐爱情的游戏 并不会给对手造成身体伤害 黑对这种争斗毫无兴趣 他已经有了心上人 这时秀来到了黑的身边 一般来说中华秋沙鸭在打败情敌以后 才能取得交配权 但是黑和秀是个例外 他们在迁徙前就已经想好了 日久生情 黑和秀现在已经如影随形 双速双飞了 争斗还在继续 黑和秀却悄悄地离开战场 在逃到白河下游 一个僻静的地方开始了蜜月生活 这里海拔650米左右 水质纯净 食物丰富 重要的是没有了你争我夺的宣想 他们的日子过得恬静而惬意 黑和秀却悄悄地离开战场 秀发出了求欢的邀请 秀也做好了接纳黑的准备 发行期的中华秋沙鸭 每天可以交配两次以上 这使母鸭的受精率得到保障 在柔软的水面上 黑和秀完成了传承生命的关键 春天的步履虽然缓慢 但却坚定 四月上旬 山上的冰雪还没有融化 但是牛皮杜鹃已经张开笑脸 河边灌木丛窜出毛茸茸的牙包 枝头绽放的心叶和刚刚钻出地表的小草 给大地涂上一层朦胧的绿色 温暖的阳光催生了万物复苏 争夺配偶的战斗总算结束了 参战者和旁观者 大都找到了心仪的伴侣 他们的新生活由此拉开了大路 并不是每位居民都能够享受到生活的甜蜜 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 总有一些形单影之的独行者 婚后的秀变得有些慵懒 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晒日光浴和打科学上 黑则一副好丈夫的模样 在妻子的身边游来挡去 河里的鱼很多 农夫带着自制工具来到河里 经过改装的手摇发电机输出90瓦功率的电流 可以杀死一平方米以内所有的鱼盒吗 这对中华秋沙鸭的食物源是毁灭性的掠夺 四月下旬 河边的鸟儿们开始迎朝主窝了 灰济灵把朝建在河边崖壁的石缝里 这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筑朝材料是树枝和干草 朝里吸软的羊毛是灰济灵夫妇 从很远的地方弄来的 这个隐蔽性极强的半地下室建筑 主人是皇后屋 对于皇后屋来说 没有什么比孩子免遭天敌的伤害更为重要的 随风摆动的树冠是苍鹿建筹的首选地方 也许这里并不安全 但是它居高临下视野开阔 行动起来比较方便 和其他鸟类不同 中华秋沙鸭并不筑朝 它们选择临河的青阳 断树或者榆树的天然树洞 作为自己产卵和孵化的家 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 上千万年以来一直没有改变 近些年 由于河道两旁的林木被大量砍伐 中华秋沙鸭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差 要想找到一个合适居所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棵高大的青阳树上 有一个深约半米的天然树洞 洞底木屑是树壁腐烂后自然剥落的 由于洞口朝向西面 洞里光线很暗 尽管如此 对于秀来说 有这样一个家已经很满足了 秀朝着树洞飞去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大概是秀还没有调准方向 或者控制好飞行的速度 总之这个失误让他付出了代价 这一下撞得确实不轻 十几分钟以后 秀才跌跌撞撞地爬进了家门 四月下旬的一天 秀产下了第一枚蛋 蜜月里的热乎劲儿还没有结束 黑和秀却不得不分居了 在水面上 黑只能孤独地守着清冷而寂寞的长矣 中华秋沙鸭一年产九到十三枚蛋 现在还不到孵化的时候 天刚亮 秀就离开了家门 等候多时的黑游向了秀 中华秋沙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 秀一共生下了十三枚蛋 中华秋沙鸭实行一夫一妻制 但是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却很短暂 当妻子分娩一结束 这段婚姻也就走到了尽头 在今后的日子里 秀将独自承担起 孙化和养育儿女的重任 黑自然乐得清闲 他似乎更喜欢单身汉的生活 这是黑和秀共进的最后一顿午餐 吃饱喝足以后 他们就各走各的路了 五月初 秀开始孵化了 这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 在狭小的空间里 他不仅忍受着闷热和饥渴 还得不停地翻动身体下面的蛋 使胚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 瘦热均匀地发育成长 无鼠是个游手好闲的家伙 靠着腹部那张连接四只脚的膜 他既可以爬行 也能从一棵树滑向到另一棵树上 孵化初期 秀每天可以用三个多小时 去寻找食物 随着蛋壳里小生命逐渐发育成熟 它外出觅食的次数和时间 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长时间孵化 消耗了秀的大量体力 它比过去消瘦了许多 这一天 趁主人外出的时候 无鼠悄悄溜到了秀的家门口 顺着洞口向里望去 昏暗中除了几只鸭蛋以外 无鼠并没有找到感兴趣的东西 它失望地离开了秀的家 在一条宽阔而平缓的河道里 黑的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河里食物很多 黑是浅水高手 可以一口气在水下待上半分钟左右 只要愿意 水的鱼随时都可以成为它的盘中餐 吃饱了黑就在水面上打个盹 养养精神 中午时分 它还可以尽情享受着日光月 至于秀和即将出世的孩子 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浓密的树叶 遮挡不住灼热的阳光 临终气温已经达到摄氏三十多度 密不透风的树洞里更是异常闷热 这个时候 秀不再担心没有出世的孩子 会因它短暂离去而变得夭折 长时间蜷缩在树洞里孵化 秀显得很疲惫 羽毛也不如从前那样光鲜 在填饱肚子后 秀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它并没有忘记梳理一下凌乱的羽毛 经过一番捣吃 秀的神情变得清爽了许多 树林里呈现出一派生动和谐的景象 不远地方有一只松鼠正专心啃着果实 枝头上的小鸟也竞相施展着歌喉 美妙的和声飘飘渺渺传进了秀的潮 秀开始唤语了 它把脱落的绒毛放到身下 这样既可以保持淡的温度 也可以让自己舒服一点 再过几天 它的孩子就要出事了 气温在不断升高 成群的昆虫开始在河面上飞舞追逐 它们把卵产在这张巨大的产床上 经过三十多天的孵化 小鸭终于破壳而出了 秀首先离开了家门 随后 她的孩子也勇敢地从十几米高的树洞 纵身跳下 一家人穿过树丛来到河边 它们生命的舞台就在眼前 但是小鸭现在还太过稚嫩 没有妈妈的引导 它们什么都不能做 秀决定让孩子们先在这里短暂地休息一下 短暂地休息过后 秀带着孩子走进了河道 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们 任何试图接近小鸭的动物 都会受到它无情的攻击 哪怕是自己的同类 游泳是小鸭与生俱来的本领 它们跟在妈妈身后 时而随波逐流 时而又溺水而上 这个世界对于它们充满了新鲜和诱惑 在没有父爱的情况下 秀精心呵护着自己的孩子 这种呵护一直会持续到来年 头盗白河为小鸭提供着丰富的河仙 捕获食物并不需要妈妈来教授 一切都无师自通 当然 秀也绝不会把盗嘴的食物分给孩子 秀希望它们从小就学会 依靠自己的本领去面对生活的挑战 食鹅是一种毛赤木昆虫 它们把卵产在水下的岩石上 卵变成幼虫后 会用纯线分泌物 把河里的沙粒贝壳和植物碎片 粘成一个槽壳 幼虫则藏身其中 以保护自身不受鱼的伤害 但这种防身术对小鸭来说 却不起任何作用 食鹅幼虫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而细小的沙粒 又能帮助小鸭消化胃里的食物 在小鸭成长的初期 有一半以上的食物是食鹅幼虫 和秀相比 小鸭鸭的妈妈显得粗心了许多 她只顾自己觅食 却把需要照顾的孩子丢在了一边 小鸭鸭无助地望着妈妈远去的身影 等待她的回来 水里游的欢 天上飞的鹰和岸边的水雕 都会对小鸭构成致命威胁 而少不惊实的小鸭 对这一切既缺乏判断 又没有任何抵御本领 因此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 秀总是警惕地注视着周围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 她也绝不会扔下孩子 而独自逃生 即便是如此 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中 能够存活下来的小鸭子 还不到出生的一半 河面就像一个游戏场 小鸭在水中尽情地玩耍和嬉闹 玩累了就爬到石头上去休息 但是这里并不是安全岛 一只灰脸狂鹰早就盯上了她 灰脸狂鹰猎杀小动物的成功率 几乎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它那勾形的会和尖利的爪 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猎物撕成碎片 因此它又有冷面杀手的绰号 河边长满了茂密的灌木 树丛中却水道相通 枝叶不仅遮挡了来自天空的际雨 也为小鸭撑起一把天然的保护伞 灰脸狂鹰俯瞰着河面 寻找下手的机会 这让绣和她的儿女们陷入了一片狂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远离危险 它们飞速跑进了灌木丛 灰脸狂鹰当然不愿意放弃 就要到手的猎物 而躲在灌木丛里的绣和她的孩子们 更不敢拿生命去做赌注 这个时候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 就是忍耐 最终还是灰脸狂鹰的耐心被耗尽了 随着她的离去 水面又恢复了平静 绣第一个走出了灌木丛 在确认危险已经解除以后 她呼唤着孩子们走出灌木丛 小鸭很快就忘记了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 在嬉戏玩耍中 它们渐渐地长大 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很快就在天边消失了 河面渐渐暗了下来 这时绣和她的儿女们都藏身在灌木丛里 这是她们的栖息营地 自从小鸭出世以后 绣就放弃了青阳树上的家 他们在这里一直要待到秋天 直到小鸭雨衣丰满 黎明 笼罩在河面上的雾还没有散去 小鸭们已经开始梳洗打扮了 中华秋沙鸭尾指线非常发达 书里的重要内容是把尾指线分泌的油脂 均匀涂布到羽毛上 以达到输水的目的 早餐时间到了 水中的食物品种很丰盛 有泥鳅 鳞蛙 还有杜树鱼 这些都是小鸭最喜爱的食物 但是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不劳而获的食物 一切都需要自己动手 头到白河有60多公里 可眼下小鸭还不会飞行 取食仍然局限在上下两公里左右的范围 对于小鸭来说 这条鱼似乎有点大 虽然它们长着尖锐的牙齿 但并不适合咀嚼 已经盗嘴的食物吞不下去 也舍不得放弃 小鸭显得很为难 牛油这里有点小鸭 又不得分 最好 有点小鸭 的牙齿 而不 胃里 很庶 прос一集 wieder 有点小鸭 所以做得到 独特的牙齿 木槿 有点小鸭 有点小鸭 河水长期浸泡 岩石上的青苔积蓄了大量矿物碱和盐等微量元素 这是小鸭生长所必须的 鸳鸯也会常常光顾这里 但是它们对青苔不感兴趣 它们只对在岩石上歇脚的蝴蝶发动偷袭乐此不疲 小鸭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 两个多月过去以后 它们的个头已经和母亲差不多大了 翅膀上已经长出了飞鱼 秀对孩子们的训练是严格的 它把小鸭带到了水流湍急的地方 为了生存 为了成长 小鸭必须学会在急流中搏进 这时的秀更像是一个教练 它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 又过了半个多月 小鸭的体魄变得强壮起来 它们可以在水面上奔跑 事实上这是飞翔的第一步 小鸭终于离开了水面 虽然飞行的距离还很短 但这是它们在生命进程中 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九月中下旬 秋天来到了长白山 林中的树叶变得五色斑斓起来 这是长白山色彩最为丰富的季节 一场霜过后 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 许多候鸭已经飞行在 前往南方的路途中 秀的儿女们在逃到白河出生长大 这里有它们同龄的欢乐和成长的足迹 再过几天 它们就要随母亲移到 举家前往五十公里以外的老松江了 这是小鸭第一次长途旅行 也是对它们体力和耐力的一次重要考验 水面上已经聚集了十几只中华秋山鸭 它们是从各自栖息地来到这里的 老松江是中华秋沙鸭秋季千禧前的集结地 这里水面宽阔 食物丰富 它们要在这里补充营养 积蓄体力 为飞往南方做最后的准备 风流倜傍的黑 仿佛天生就是个大众情人 自从来到老松江以后 他身边就没少了异性的追求 刚开始黑还显得有些矜持 但是没过多久 他就圆形毕露 既然有美色头怀送抱 黑当然也来者不拒 这种秋季交配的现象 在中华秋沙鸭中是十分罕见的 分别四个多月以后 黑和秀在老松江又见面了 秀把他们的儿女也带到了黑的身边 这时的秀完全没有了旧日的温情 彼此就像从来都不认识一样 和林中的西流相比 老松江水面要宽阔得多 随着其他家族陆续到来 中华秋沙鸭的群体在逐渐扩大 初到陌生环境 秀的儿女们一点都不感觉居住 他们欢快地扇动着翅膀 江面上荡漾着欢声笑语 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华秋沙鸭 分属不同的家庭 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也在所难免 这两只小鸭为了一条扇鱼 发生了激烈的争抢 保护食物的最好办法 就是把它迅速吞下去 阵阵的马达轰鸣声 从远处传来 一艘蛙沙船正在水面上坐椅 阵耳欲聋的声音 搅乱了这里的瓶颈 空气中弥漫着刺敌的柴油味 和滚滚黑烟 对于这个无法与之抗拒的庞然大物 中华秋沙鸭除了逃跑 没有其他选择 秋风摇落一树枯叶 飘向江面 气温降到零度以下 在老松江度过半个多月的时光后 中华秋沙鸭踏上了漫长的迁徙之路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 整个江面上就变得空空荡荡了 下雪了 长白山又被挨挨的积雪所覆盖 河道开始风动 森林寂静了下来 在传承生命的漫漫长路上 中华秋沙鸭穿越了时光隧道 一直走到今天 不管多么艰难险阻 都无法使它们停下飞翔的翅膀 当春天再次来临的时候 中华秋沙鸭还会千里跋涉 来到这里演绎生命的传奇 因为长白山是它们永远的家园 已经看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